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发射完成 实现全球系统的搭建 精度将超GPS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国早就开始布局北斗导航了 此前就已经发射了54颗导航卫星 从5月份就传出了要发射第55颗导航卫星的消息 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发射时间推迟 终于在6月23号上午迎来了好消息 北斗导航的最后一颗卫星发射成功 那这其中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呢 我们的北斗卫星是在1994年正式启动建设 经过20多年的布局 所有的卫星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出 44次发射任务均圆满完成 全部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发射任务的成功率达到了100% 而我们真正进行组建全球组网卫星的时间是在2017年 仅仅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我们就进行了18次的发射任务 就算今年面临疫情的严峻考验下 我们的相关进度依然没有落下 此次的发射成功 也就意味着我们北斗三号全球组网系统 圆满完成布局 经过多年的研究探讨 以及过硬的实力 目前我们发射的所有载轨卫星 都已经入网运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